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德的许愿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这个时间点上依旧是一拖再拖,不得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胡德越来越被动了,因为联盟中似乎没有太多球队对他真正有兴趣 或者在不久以后,他还是要接受骑士队的那份军薪七百万的合同 即便无奈,但也只能面对现实,因为如今的他,个人能力以及求胜欲望都开始被外界质疑了 我们知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胡德与球队之间闹出了不小的矛盾 拒绝登场打球这种事情放在一个职业球员,身上显得是那么扎眼 再加上他在球队中交出的数据非常坦淡 因此外界也有理由对他的能力进行怀疑,对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想想绝世时期的胡德,那真是一年一个档次不断的进行着提升 在球队当中他已经是小前锋位置,上倍以重的重点力量 眼看着新秀合同就要到期,只要能够把状态维持到再寂寞 那么几乎可以这么说,就是即便绝世队不给他高薪 其他球队也会长久给高薪 参考当初勇士队巴恩斯的例子 胡德想拿两千万的话,也是有希望的 但是事与认为,他在赛季中期被送到了骑士队 被交易到了詹姆,私身边 来到这里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他不再是球队的宠儿 相反的在一支争贯队伍中 老将比年轻人更受信任 再加上詹黄的聚光灯效应 胡德也难免换得换失 最终一蹶不振 最终一蹶不振 周辺的宠儿 一蹶不振 换